英国的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在不可征服运动会上是赚足了人们的眼球 结束后离开德国之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还火了一把,抢了一次风头 梅根突然造访杜塞尔多夫一家为无家可归的女孩和妇女开设的社区咖啡馆 这引起民众广泛关注和热议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梅根的造访,一些人认为 她的举动是在故意炫耀自己的慈善行为 另一些人认为,她此举是为了真正地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无论如何,这家社区咖啡馆引起公众的关注 这家咖啡馆的名称叫做Tribetcalf 它为无家可归的女孩和妇女提供一个温暖的家 这里不仅提供热腾腾的咖啡和美味的糕点 还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一个支持和交流的场所 梅根的到来引起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兴趣和欢呼声 有些人拿出手机,拍下这个特殊时刻的照片和视频 并将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虽然这是一家无家可归的社区咖啡馆 但它却成为当地的名胜景点之一 自这张照片曝光以来,社交媒体上就掀起一股热潮 照片中,梅根与一位女士微笑合影 简洁大方的服装,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这些照片是由粉丝账户分享 但是据可靠消息说 是在上周不可征服运动会结束后 梅根离开在德国之前拍摄的 梅根身穿灰色脚花长袖上衣和同一品牌的褶皱阔腿裤 以她的一贯低调,简约地形象示人 据了解,梅根在结束与丈夫哈里一起的德国之旅之前 曾会见造访这家社区咖啡馆的工人和女性 这则新闻令人们对梅根的热爱异于言表 与此同时,另一位粉丝注意到 威廉王子所乘坐的飞机已经在纽约降落 威廉王子开启了为期一周的《为地球奋斗奖》系列活动 这则新闻让粉丝们感到欣喜若狂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纽约相遇呢 在城市的新藏地带,有一家社区咖啡馆 它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聚会场所 还为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女孩提供支持和帮助 最近,这家咖啡馆还发起一场消除经期贫困的运动 关注和解决女性在经期面临的贫困问题 当地居民和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们都对这家咖啡馆赞不绝口 最近,他们还分享一段梅根在这家咖啡馆的视频 视频中梅根与一个小女孩度过了甜腻的时光 这段视频迅速走红 让更多人关注到这家咖啡馆的独特之处 在视频中,梅根似乎正在给一个小女孩端上一道菜 小女孩非常高兴,她热情地为梅根服务 而梅根则面带微笑地鼓励她 另外,这家咖啡馆还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在返回美国之前 梅根出人意料地访问这家为无家可归女性开设的咖啡馆 此举意义重大 在此之前,一些报道称 老兵们对不可征服运动会没有得到高级王室成员的关注 感到沮丧 他们认为白金汉宫没有给予该赛事足够的重视 显得小肚鸡肠,气量狭窄 有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 王室成员从不参与彼此的职业活动 例如,他们不会指望 哈里会对威廉创办的为地球奋斗奖的决赛入围者表示支持 众所周知 消除无家可归现象是威廉王子非常看重的一项事业 为此,他还专门创办了项家项目 梅根造访为无家可归的女性开设的咖啡馆 是对王室消息人士所说 王室成员从不参与彼此的职业活动明晃晃地打脸 在英国王室中 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由于他们的职业要求和职责不同 王室成员之间互不干涉也是一种传统 但是,这种传统是否适用于其他方面呢? 安维根·马克尔作为哈里王子的妻子 造访为无家可归的女性开设的咖啡馆 显然是对王室传统的一种背离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梅根也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他的行为并不代表其他王室成员会跟进 也不能说明王室的传统被打破了 在这些问题面前 王室成员是否应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发挥带头作用 这值得深思熟虑 传统上,英国王室通常只是关注自己的职业领域 并保持沉默 但是这种传统可能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了 梅根和小女孩的照片发布时 威廉王子已经抵达纽约 开始他早已计划好的访问行程 因此,原本应该集中报道 威廉王子美国之行的各路小报 都将部分版面贡献出来 报道梅根参观这家咖啡馆的新闻 这一次 梅根再次成功地获得更多的关注和风光 梅根和哈里要抢威廉风投的想法 早就有迹可循 上周四 两人在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期间 在杜塞尔多夫会见领导人梅根和哈里首牵手 与领导人合影留念 此前曾有报道称 威廉与凯特和梅根之间的合影照片 也会遭到调侃 从而更加表明了这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英国媒体报道品牌和文化专家尼克 埃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梅根和哈里与领导人会见 被安排在威廉即将与古特雷斯会见之前 意味着他和梅根在与威廉和凯特的公关战中 抢得了先机 埃德说 这一策略是梅根和哈里的公共关系团队精心策划的 目的是让自己成为这场竞争中的赢家 在这场公关战中 梅根和哈里的主要策略是通过直接向民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来争取支持者 因此 他们一直在尝试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 与民众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梅根和哈里还在专注于发展自己的品牌和文化事业 与此同时 威廉和凯特也在积极开展自己的公共关系活动 埃德认为 梅根和哈里的策略更加精明 他们通过巧妙地安排与领导人会见的时间 成功地将自己的品牌和文化宣传 置于威廉即将与古特雷斯会见之前 这意味着 他们在这场公关竞争中 抢得了时间上的先机 未来 我们将会看到这场公关竞争更加激烈地展开 定进一步观察梅根 哈里 威廉和凯特等人的更多行动 来了解这场竞争的走向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老查首次以国王身份踏上法国土地 访问的时间安排 特意遞开了威廉在纽约的行程 就是为了避免抢风头或被抢风头 当威廉在美国着陆进行短暂访问时 而哥姐的团队非常会蹭热点 立刻发出他做慈善的照片 以博取公众好感 而对线梅根 威廉王子可真的是难死了 有梅根这样弟妹 威廉王子这大伯哥十分扎心 正所谓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若是稍作有好回应 便会被无孔不入的的媒体 抓到小辫子 扣上一顶不剪点的帽子 即使媒体放过了威廉王子 还有梅根这个吃里爬外的弟妹 别说有点什么 就连回个眼神 没准就被梅根炒作成 威廉王子暗恋自己多年 爱而不得 因爱生恨了 保不齐就得出书控诉 大转特转一笔 回头还得敲王室主干了 到后来 威廉王子实在是被逼无奈 难掩嫌弃 顾不得是否在公众场合了 其实 梅根心计害人害己 逼哈里抢哥哥风头 最新一期的 哈里王子造势计划 背后操纵者又是梅根 据透目 这次哈里出席颁奖典礼的时间 全都是梅根一手安排的 他故意选择 和哥哥威廉的活动撞期 意在最大限度刺激威廉 这已经充分展现了 梅根内心的狠毒与阴险 他宁可害人害己 也要通过哈里 打击威廉威风 一个女人越是想控制丈夫 结果往往越惨 像梅根这样的灌完心机 注定自食恶果 他逼着哈里 执行这些自取灭亡的计策 无异于催生家庭悲剧 这对夫妻 恐怕最终难逃厄运 梅根必须认清现实 别再让哈里充当炮灰 一个掌握权力的女人 若没有智慧 只会落得自身不幸 只能说 二哈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 色胆弥天 注定梅太大出息了 不知道戴安娜王妃 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 被梅大姐拐得连亲人都不要 会做何改想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